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方 我們繼續跟大家做時事分析 最近 當然除了政治之外 比較熱門的話題 當然就是跟經濟有關 我們今天也會跟大家深入解構 詳細分析 沒有辦法 由於現在 我們兩個頻道 都處於被停止盈利的狀態 所以我們會做這個獨家節目 繼續放在Patreon裏面 跟大家詳細分析 我們也試 將不同類型的節目也放在Patreon裏面 多元化 我們今天真的要跟大家來一個回顧 到底 四年過去 這個是不是叫黃藍 雙雙失敗呢 我們今天 在Patreon裏面做一個獨家的節目 希望各位 幫幫忙 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由於我們現在YouTube被停止盈利 徹底 免費模式 無法運作 今天的其中一個好消息就是 袁爸爸說 和 跟相關人士 正在聯絡 透過關係嘗試 雖然是透過關係 很明顯我們被打壓 是出於政治原因 所以如果上層知道有機會可以override 我們現在也在看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機會做到 如果 理想的話 就是可以恢復主頻道 繼續免費模式廣播 大家也放心 我們一定會做適當的平衡 我們一定會繼續維持著 Patreon一定會有獨家節目 尤其是經過這次 竟然將我們主頻道和後備一起停止 所以我們也真的不可以 不去重視 這個是收費的模式 我們需要達至 我們的媒體能夠穩定地運行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盡量支持 我們這一節回來要跟大家研究 就是 這個叫做中國大陸的富豪 到底 在這個愛國面前 在這個中國面前 在這個房地產泡沫爆破的面前 到底其實他們有多麼愛國呢 我們 就跟大家一起研究 這一節也是 就是 最壞美國佬系列 上一節跟大家揭露了 中國大陸 爆破的時候 又說跟美國有關 香港時代革命又說跟美國有關 現在 中國大陸的富豪 不投資中國大陸了 因為中國大陸爆破 現在 改頭 就是美國 不知道你們有甚麼說話好說 這個也是 充滿怨念的藍梅 這次就說 美國雖然利息持續高期 理論上 逢是利息增加的時候 借貸成本增加 房地產市場由於 絕大多數需要做按揭 需要借錢買樓 所以 對於房地產市場加息一定是不利 我相信 全香港人應該都已經知道了 但是 這個絕對不是唯一的因素 因為如果 你預期市場 正在價格上升 例如 在英國買樓 如果你低價買了 就算利息增加 其實 由於 資產是升值 所以 即使利息是上升 一樣是有得升 這個就是 一方面 是貨幣市場 利息控制 資產的泡沫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雖然等於收緊了銀筋 但是如果你預期市場 那些人 是要來買 那樣東西也一樣會升的 所以你要看兩個factor 兩個不同的市場 香港 正好相反 利息上升 成本增加 人口減少 一手買家 二手買家正在下降 同一時間 所以 樓價正在下跌 但是樓價下跌 同一時間你又看到 成哥劈價 又會排隊唱球 所以市場可以很奇怪 所以跟大家為甚麼要說 除了越讀時事 越讀經濟 最重要你要有自慰 就是這個原因 多人排隊不代表那樣東西會贏 因為多人排隊 是接這個李嘉誠的貨 到 這個 親海逆 二手市場有人排隊來買 你才會告訴我 這就叫你贏 我們稍後還有一節就是要說這個右堂 現在暫時不說 美國利息增加 但是反而 是成為了 是 這個美國的炒家 就是大規模入市 這個 是美國的樓市 古神巴菲特 就是 人家恐懼 我就是貪欖 他 這句說話 並不適用在中國大陸市場 他買入了三家美國的房地產公司 同一時間 還有中國大陸的富豪 中國大陸的富豪 用了一半 你恐懼 我貪欖 你恐懼中國市場 我就跑去爆買 美國的房地產 導致美國 的樓市 反彈 所以你告訴我 在外國 這個大前提之下 到底有多少 富戶商人真的會做呢 實際上 這個 愛國 對他們來說 簡直就叫做 一文不值 就是有事就我先走 貫徹了 以追求這個經濟利益 作為主要的原動力 其實習近平 是想將自己 塑造成為 可以超脫這個經濟利益 而繼續對人民進行 管控 其實 他這件事 是失敗 我們現在看不到 中國大陸的人民 因為經濟利益被消滅 然後對他們 進行追捧 反而是 徹底 放棄 中國大陸的市場 更加多的資料顯示 現在中國大陸的買家 是叫做轉投 美國市場 國家就跟你說 現在 國家有難 內地經濟學家出來跟你說 要搶救 優質民營企業 優質也說得出 現在爆煲了 叫你去搶救 真是救你的命 這群富豪會不會 為中國人民犧牲 為中國市場 成為這個人儲呢 答案 當然 是100% 徹底否定 所有的數據顯示 中國大陸的人是瘋狂地繼續走資 中國大陸的富豪 是買爆 美國房地產 本身你說經濟利益 任何地方哪裏升 就自然追著有一大群人會買 哪裏跌 就只有一大群人會放棄 現在 哪個地方升 哪個地方跌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大量的中國買家 湧入美國的房地產市場 全國房地產經紀協會 NAR早前發表報告 中國大陸的買家 在去年的4月 去到今年的3月 在一年裏面 一共買入了 136億美元 的美國 資產 足足增加了 1.2倍 見證著 中國內地的富豪 寧願 去這個 海外 還要在美帝 入面的地方 買美國樓 也不願意把資金 留在內地市場 成為 中國 人儲 因為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爆煲 其實阿貿也知道 中國大陸 這些 是企業 的高層 為甚麼率先提演 有事先跳船走 就是因為他拿著夠錢 就是拿去美國 大家現在知道 為甚麼 甚麼集團 忽然之間 資金鏈斷裂 為甚麼 因為救不回來 資金去了哪裏 世界就是這樣 好像陰陽一樣 白色那邊比較少 黑色那邊比較多 錢去了哪裏 世界應該是平衡的 錢 就去了美國 有關美國的事 美國 的樓房 你買了下來 是自己的 是不是 就算你問哪個中國大陸的高官 他也一樣知道 在中國內地買的樓 不是你的 是中國共產黨的 現在是習近平的 你就算不說跌價 你 買完資產 你在中國大陸是拿不走的 不能夠提演 美國就不同了 自由市場 罵了那麼久了 又說是萬惡的自由市場 一說到私人的利益的時候 所有人又會支持 私人 的市場 本身那個就是自由流動 所以其實中國內地的富豪 簡單來說 就是奉行外交部政策 嘴巴 就說一套 嘴炮就很厲害了 實際的行動 資金全部搬去美國 中國內地房地產 還有企業 泡沫爆破 為甚麼會有高層率先跳船 錢去哪裡 我早就告訴大家 在美國 還有 在英國 英國 的名店街 那裏的跑車 林保堅尼 馬沙拉提 法拉里 自己 我們誠意邀請 在英國的朋友 真的不妨 假日的時候去 名店街 你會看到大量中國富豪 駕駛以上的跑車的人 全部是華人嘴唸來的 你一看就知道是強國人來的 他們貫徹就是有時又叫中國大陸的韭菜 去頂著 這個就是 真真正正中國大陸的面貌 一個這樣的國家 每個人 是嘴巴叫你去救的 你救了我那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看得到 不妨礙,就知道了 你會不妨礙 你會不會